助理這方面 就講到助理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說的 不管怎麼樣 希望減掉 不要只是一開始 不要像那個 王世堅委員說 現在很神勇 很優秀 要堅持到底 要後面要辦到底 希望他們能夠辦到底 把這件事情 釐清給大家知道 整個的始末是什麼 那但是回過頭來 所有的政治人物 還是要小心 因為你很多立委 譬如說是菜鳥 對不對 他跟立法院根本不熟 官員妹妹嘎嘎什麼 他搞不清楚 他其實很依賴助理的 沒錯 那有一些立委呢 是很懶 老了就老油條了 或者是他很忙 因為他在選區 忙得要是他哪有 管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這麼多的選民服務 他如果因為很信任 某一個助理 全部通通讓他去處理 他最後怎麼處理 你就不知道 他都走針了 他出事 把你拖下水 你還在發薪水給他 而且有時候助理很好用 你知道嗎 他瞭解你這個老闆的 他知道說我只要刺耗 我這個老闆只在乎什麼事情 我把什麼事情弄好以後 他就不會去管我別的事情 這種厲害的助理也很多 不過話說回來 我還是要幫助理講話 大部分是很認真的 不但很認真 大部分國會助理是被壓榨的 對對對 之前有講過 之前有講過 對 因為你想想看怎麼生氣 所以你看就壓榨他們 他們才要去外面賺錢 你看是不是一個連帶關係 目的不一樣 我不是說你們啦 但有人會這樣 你可以這麼說 你可以這麼說 但是其實真正乖的助理 有正義 就是好的助理 他就被壓榨的半死 他也是很認命的在做 每天都在寫質詢稿都要崩潰了 還有時間去搞 對 他還是很認命的在做 他也不敢有邪念 大部分是啦 對 我覺得大部分助理 其實是蠻可憐的 那我覺得就是說 立委自己還是要 不要什麼事情太依賴助理 不過助理在當立委 所以有看到很多助理很厲害 還可以一次幫好幾個立委 對 對 對 然後還走遍所有的 那個立委的那個辦公室 這一棟走到那一棟 然後藍的綠的他都當過 有的不是因為他很油條 有的是因為他真的很厲害 很優秀 大家就覺得說立法院交給他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放心了 譬如說我就可以放心去跑選區了 立法院我就可以不用擔心了 因為他質詢啊 幹嘛選民服務啊 什麼都很厲害 就丟給他 法案也比立委還熟 有時候會是這樣